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亚基金会的协助以及与我们建立的密切合作的伙伴关系 六年前的今天游记得台亚基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前总统给予我们很多的鼓励跟要求 其中有两项期待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要办好玉山论坛 二是要扮演好台湾新南向政策智库的角色 针对前者 我们从2018年开始与外交部团队的密切合作 使得每一年的玉山论坛都办得很圆满 而且成果也应该一年比一年好 而这第二个角色呢 我们台亚基金会也非常积极的在推动政府 在主导的施政内容之外的青年领袖 这个智库交流公民社会的链接 还有区域任性以及文化艺术各个行动方案 我们都做得很认真 做得很认真 所以不只是办好玉山论坛 搬任智库 作为政府旗舰计划的代言人 或者说是我们说故事的人 我们也自己开拓了一些行动方案 能够做一些政府在公领域部分 不便做或不能做或不方便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每天台亚基金会的同仁 包括我在内都在想怎么样去发挥 我们给政府更多的助力 协助新南向政策国内外的影响力 我们很高兴今天这个蔡前总统 也特别为这个场合录影 录影呢跟我们道贺的这个录影带 待会会播放 他看起来气色比以前更好 所以应该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他也有时间帮我们录影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那今天呢 这个赖总统因为有公务 跟这个肖副总统都不能来 所以但是呢 这个赖总统有颁贺词 待会我们会来念他的这个贺词 那么今年的四月到六月 我曾经我带着这个跟我们的洋执行长 一起去拜会赖总统跟这个肖副总统 我们跟他报告了台亚基金会 在促进新南向工作上的努力与成果 另一方面也向两位 他们两位说明台亚会 是去年我们所积极所推动的这个下一步 我们对下一步新南向工作的这一些建议 愿景听取他的这个意见 那我们很高兴总统跟副总统 都对于新对我们的建议 给予肯定跟支持 赖金总统赖金总统同时说 也许用这个新南向政策 这个加强版这个名词 就是New South Farm Policy Plus 来作为一个实现的方向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很高兴刚刚我讲的 赖总统会有班贺词 所以我们很荣幸能够再跟外交部 继续去推动新南向政策 还有各个部会 我们今天来了好几位部会的首长 我们都非常谢谢过去六年推动新南向 六年我们台亚基金会的工作 得到你们的协助 八年的新南向 由于你们的努力 我们新南向才看到一些成果 我们与台湾社会中的许多朋友 还有这个伙伴都殷切的期待 各方面正受到良好回应的新南向 能够要延续 我们也相信我们会继续延续下去 我们相信林部长已经有很好的新构想 那么政府的高层也应该有一定的政策的思考跟构想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政府一定会来公布跟各位说明 我们新南向plus或新南向加强版的具体内容 那今天我们座谈会 其实也会触及到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 或者我们觉得我们感觉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在这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已经尤其是这个悬完了以后 我们就积极地去设想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尤其是在政府这个公领域之外 我们可以做 我们就构想了三个行动走廊的构想 这三个行动走廊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智库 新智库走廊行动走廊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智库的连结 我们也规划也许在明年 我们来办一次这个新南向智库的高峰会议 我们第二个行动这个走廊呢 就是所谓的新NGO 我们也希望能够延续外交部过去两 包括今年所支持台湾A所做的这个新南向智库的 这个NGO的人才的培训的这个工作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做 然后变成我们变成把台湾的NGO NPO的经验成为新南向国家的一个训练中心 我们可以称它叫NGO Training Center 或者叫做这个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er 那么这个并不是要一个实体的中心 而是一个以这个Training Program跟Exchange作为构想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青年 我们认为这个几年来 我们办了这么多年来 所谓的新南向东南亚南亚台湾青年营 我们来自像今年 我们就来自了十个国家的青年朋友 真正是青年朋友 比我年轻太多了 他们是18岁到28岁之间 那plus minus 大概没有minus 大概就是plus一点点了 那我们也希望先往扩大 这个青年营的这个领域 而且我们今年还特别跟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 合办了亚洲人权议题的跨世代的对话 那陈局主任委员也亲自来代厂来支持 那么年轻人这个发言都非常热烈 他们对他们自己关心的人权议题 发挥了很多很多的想象力 那这些我们都已经在行动在做 比如说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还在寻着这个三个走廊的行动 或者行动走廊 我们在今年的二月到印度去办理 举办了台印对话第二届 那我们今年的十一月会办台印对话的第三届 就Taiwan India Dialogue 我们在今年的这个五月 我们也跟湄公河中心合办了湄公河五国 也就是越南 泰国 柬埔塞 缅甸 辽国的文化艺术工作人士的交流 他们来台湾交流 这个是一个硬一个软 然后呢我们也跟新加坡代表处合办了 我们协助他们合办了这个新加坡电影节 而且是到高雄去办 在这个有一礼拜的时间播音了十六部电影 那么参加的人数一千七百人 这个算是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来 也在构想当中 跟新南向的其他的国家来办这个电影节 这样可以增加台湾一般民众 对于新南向国家的了解 透过电影来了解 透过电影媒体来了解 我想是最直接也最容易感动 然后我们今年也跟印尼的Habibi Center 智库交流 然后签订了MOU 我们也到了五月份 也到马来西亚去参访他们的智库 同时在马来亚大学的欧亚研究中心 发表演讲 然后进行交流 我们七月在菲律宾进行学术 跟智库的交流 跟我们已经签约的 马克塞塞Foundation 然后跟他们有进一步的交流 我们也谈到了一些要具体进一步 这些都是沿着青年走廊 智库走廊 NPO NGO走廊 那么刚刚也提到 青年 我们今年有四十几位 来自十个国家的青年来 他们也对于我们还成立了一个 东南亚 南亚 台湾青年营的 这个校友会 同学会 我们也希望能够 他们也能够在地 能够办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么同时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 也陆陆续续跟新南亚 新南下驻台代表们的办事处 也像比如包括印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纽西兰 澳洲 等驻台代表办公室 保持密切的合作 也讨论了今后可以合作 我认为电影可能就是一个 可以进一步去努力 而且是很软性 很可以打动台湾人心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希望在今后能够更有计划的 去跟驻台的代表处 能够做一些脑力激荡 然后想想哪些可以继续合作 整体而言 台亚基金会在国际的网络上 与澳洲 纽西兰 菲律宾 越南 缅甸 泰国 印尼 严普赛 辽国 马来西亚 印度等 新南向伙伴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合作与大或小从来没有间断 同时我们跟理念相近的这国家 比如说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捷克 乌克兰等国的交流与合作工作 的合作工作也都陆续在开展 他们对于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他们也提出他们对于印太策略 如何跟新南向政策能够连结 保持高度的兴趣跟热情 过去八年来 新南向政策在民间有利 政府给力 社会协力的运作三个模式之下 达到了令人鼓舞的政策的成果 我们深信未来这个模式会将继续被重视 我也相信林部长所提出来的总和外交策略 必然能够成为落实赖总统信赖外交理念的重要动力 而下一阶段的新南向政策更应该是其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力临 也预祝接下来的座谈能够封锁成果封锁 也进祝各位身体健康平安顺庆 也请各位先进跟贵宾继续支持新南向政策 还有我们台亚基金会 谢谢各位 谢谢 感谢萧董事长 在台亚会欢庆六周年生日的今天 诚如萧董事长所言 我们很荣幸收到来自总统府的祝福 现在就容我为各位攻读赖清德总统贺电 总统贺电 财团法人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 萧董事长新皇 即全体与会人士工建 新西定于本113年8月8日 举办成立六周年纪念 即新南向新展望论坛 特电致贺 致盼更续秉持创会理念 硕破对话交流平台 深化多元伙伴关系 增益区域合作量能 共同为构筑国家永续发展蓝图 贡献心力 进驻活动圆满成功 诸位健康愉快 赖清德 中华民国113年7月26日 感谢赖总统的祝福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 外交部的林佳龙 林部长上台为我们致辞 欢迎部长 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 董事长 萧新皇 资政 还有 所有出席 我有看到包括驻台的使节 我们新加坡办事处 叶伟杰代表 还有越南驻台的办事处 吴敬勇代表 跟很多前辈们 这个都是六年来 大家一路走来 今天看到这个六周年的活动 也是一个丰收的时刻 那今天也是我们台亚协会六周年 生日快乐 那也是父亲节 大家快乐 那8月8号我刚刚查了一下 也是这个东协成立的日子 所以当时我们台亚基金会 选择这个日子 就是在强调 我们的新南向的政策 那新加坡是五个创始国之一 那越南是后来加入 那还有我很多的前辈 这个包括我们原景基金会 的董事长 也是之前的外交部长 这个陈唐山董事长 赖宜中执行长 还有我们诗人向阳先生 林启阳董事长 跟中央广播电台 赖秀如董事长等 我刚刚也看进来 还有这个新的 我们消防署长刚刚进来 消防章跟我们这个新南向 合作很多 我们台美会 也是我们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 副总谈判代表 这个袁慧欣 还有农业部 现在是部 杜仁针次长等 这个六年一路走来 我仔细看了一下很多我们的出版品 真的成果丰硕 包括杨昊 指寻长 很多的同仁 我作为跟业务有关的主管机关 外交部 要恭喜 那也以你们为龙 那么 这个 从蔡总统到赖总统 从这个新南向到新南向的加强版 是2.0的 或者是我也认为说要有一些 我们原始的这个创立的宗旨 以人的 为基础的 一种新南向关系 进化到数位科技导入 这个的时代 那台湾现在在世界上 是世界的台湾 而且台湾不只能帮 台湾能帮 那在经济上大家看到的 不管台湾的半导体 AI的产业 这个是 当然 我们国家发展的基础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人的软实力 或者巧实力 那这一点我想台湾 是可以作为 世界跟整个新南向 链接 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 或者是一个枢纽 那新南向的发展 也从东斜到南亚 甚至到澳流 如果在政策上 就10加6加2 至少有18个国家 而各个部会 的业务 都密切相关 所以也是 除了我们刚刚 听到 萧董事长 他的 这个 走廊的观念 不管是 这个智库 NGO 很多的 这个 部会的业务 都密切相关 那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赖总统 他的价值外交 跟经济日不落过 那我当然用一个名词 用总和外交的一个呈现 那这个是 三位一体 就是台湾的 如果以DPP来看 这个Democracy 这个民主 这个价值 包括自由 人权 还有这个公民社会 这种多元主义 是台湾 我想最 强的这个 价值 跟制度 那 这个怎么样 跟理念相近的国家 来一起 这个链接 一起来发展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Peace 那相对当然就是安全 和平 我想是台海的这个 和平与稳定 包括整个 我们印太地区的 和平稳定 这个台湾做 在第一岛链 我们长期啊 就是面对 这个崛起的 这种中国 甚至是一种 比较霸权式的崛起 我们现在 跟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 大家一起啊 来确保 区域的一个和平 那 DPP的P 第三个P是 繁荣 就是Prosperity 台湾可以共荣 所以我们现在 在推动这个 除了刚刚讲 价值外交 同盟外交 很重要是经贸的外交 那台湾的 这个科技的发展 特别是现在 在数位科技时代 这个部分 也是我们希望 跟新南向国家 一起 来发展 那我也看到 我们五项核心的 行动计划 都有在推进 而且现在要加强版 这里面包括 这个台亚会 透过亚洲青年领袖 倡议 公民社会链结 智库交流合作 亚洲区域任性 还有文化艺术交流倡议 这个五项核心行动计划 再加上亚洲深耕联盟 还有举办 玉山论坛 特别是我们希望 把玉山论坛 除了扎身之外 再扩大 怎么样能够 让政府跟民间的力量 透过这个论坛 来呈现成果 那么行政院现在呢 也在规划成立 行政院经济外交工作小组 那也可以把我们在 所谓的龙帮计划 除了我们的正式的邦交国 很多友好的 理念相近或利益一致的 我们就可以一起 来这个发展 那么 那我也看到 这个我们新南向的四条 这个南南走廊的蓝图 刚刚有稍微提到 产业 房灾 智库跟人才 那这个都是 可以说落实赖总统的 这个价值外交 那也透过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期待 台湾尤其在 蔡英文总统时代这八年 建立的这个产业创新 其实基本上也是以人为本 包括五加二的产业创新 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然后到现在赖总统的五大信赖产业 这个都是台湾的优势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数位科技 把台湾的这个数位国力 也可以延伸 去造福更多的地区跟人民 那以上也是 我想在担任外交部长两个多月以来 当然这个 传统的外交 我们要继续做好 包括巩固邦交国 但要新的观念 那我觉得台亚协会就是用一个比较新的方式 在做一个总和外交 所以今天特别也代表赖总统 还有卓院长来出席六周年的这个活动 那也祝福这个台亚会 能够成为我们新南向的联合舰队的航空母舰 然后大家一起航向世界 那祝福台亚基金会生日快乐 大家父亲节快乐 谢谢 感谢林佳龙部长 也请部长先行回座 为庆祝台亚会六周年生日 我们准备了一支纪念影片 现在就邀请各位贵宾 与我们一同观赏 下来 4 17 18 7 2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场各位贵宾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我们齐聚一堂 共同庆祝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 成立六周年 首先我要感谢台亚会长期扮演重要的桥梁 协助政府在新南向政策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我过去八年的总统任期中 新南向政策是政府重要的外交与经济策略 这项政策深化了台湾和东南亚、南亚和澳纽地区 在经济、贸易及文化上的交流和合作 在许多人共同的努力下 新南向政策强化了台湾和其他国家的互信和合作 为台湾带来更多元的商机 也促进区域内的繁荣和发展 其中台亚会举办的玉山论坛是一个跨国的交流平台 从2017年首度举办以来 有来自26个国家超过3000人参加 让台湾和各国的领袖、专家学者进行深度对话 成为新南向政策重要的里程碑 我也期待未来台亚会能够持续发挥专业和热忱 协助政府 让台湾和更多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 共同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心理 最后祝福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 六周年庆祝活动圆满顺利 一起继续为台湾打拼 谢谢大家 感谢蔡前总统的勉励与祝福 接下来我们想要邀请台亚会肖新黄董事长 与外交部林佳龙部长再次回到台上 为我们举行周年庆祝仪式 也麻烦我们的摄影师和媒体朋友 准备帮我们记录这珍贵的一刻 我们现在就请萧董事长跟林部长 一起帮我们切下第一刀 并请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 321 台亚会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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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